我以前是一個人去做好多件事 現在是有好多人陪我去做一件事 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個理念 很希望是想以生命影響生命 以前是不知道怎樣做 可能就是我是不是一直做義工服務 就可以影響到好多人呢 但是由於猶豫出發之後 其實是令我的人更加踏實 令我更加知道自己怎樣去實踐自己的人生目標 青春就是沒有得輸 大學是一個最無拘無束的時候 你又不需要為了你的薪金去拼搏 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 在第二季的時候就開始猶豫出發 妹妹有寫過信給外國的聖誕老人 但是因為回覆回來的信 我們看到也有一些罐頭信 所以就會想 如果我是一個很小小的小朋友 會不會很不開心呢 就是由這個契機開始就想 不如我們去做聖誕老人 去試試寫信給其他人 開始自己一個做 覺得自己一定都會管理到 然後怎知道越來越多信 但到後來原來有些義工都會想幫忙 有些是做社工 或者是讀輔導 或者純粹真的很想試試 用一些新的模式去做義工服務 所以我們的背景都很不同 才是一個好的義工團隊 因為其實我們收的信有很多不同類型的 有些人說他失戀失業 或者是說一些關於他某一個專業的知識 變成我需要有很多不同的人 才可以幫到我去回覆所有不同類型的信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成為一個聖誕老人 把愛傳給身邊的每一位 現在有很多是就這樣發個WhatsApp 甚至是就這樣一個Sticker Signal file 但怎樣可以令到別人覺得我很重視你 就是用這些比較老套 或者傳統的方法去做 我們這幾年都很堅持一定要手寫 而且一定要寫滿一張明信片 因為我們覺得寫信給你 親手寫才是有誠意 雖然說是只是寫信給別人 但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例如是有些小朋友收完信後 他跟媽媽說 媽媽我也想在自己學校 搞個聖誕老人的活動 去寫信給一些同學仔 下一個目標 我希望將義工生活融入去 別人和自己的旅遊體驗裡面 由心出發其實七年都相對成熟的了 希望可以Line up其他地方的一些義工組織 就是當我們香港人去旅行的時候 我可能去五天日本 我會不會有機會有一節的時間 三個小時去別人的地方做一些義工服務 希望將別人的社交問題 看看別人如何處理 然後將這些東西帶回香港 或者是我們香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又可以跟外國人分享一下 我希望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流 如果我親身去別人的NGO做義工的話 我接觸的就是當地人民 都是一種拉近人和人之間的關係的其中一個方法 至少月